aptic alive 今天我们课程到第六讲 《弥勒菩萨章》 總共十四講 所以會不會轉眼就已經到一半了 我們講過四位菩薩的琴法 第一位是文殊菩薩 他問的是因地法行 就是說從因地而言 這個園絕法門要怎麼修 他在問這個問題 接著是 菩賢菩薩 菩賢菩薩代表的是怨恨 對不對 十大願望 所以有願就有行 代表的是實踐 他就是要問這個要怎麼修 要雲和修行 然後第三位是 是誰 菩顏菩薩 那菩顏菩薩的意思是說 修行要有眼光 了解嗎 所以是他來請問 請問說還是怎麼修的問題 前面所問的文殊跟菩賢兩位菩薩所問的 太高了 所以叫做沒有方便 沒有見次 菩顏菩薩問的 就是還是要問說要怎麼怎麼修 希望開一個 我們可以聽得懂的 掌握得住的一個方法 然後到金剛章 菩薩問了 她問什麼 她記得嗎 無明 她問無明是什麼 為什麼還有無明 為什麼成佛還有無明呢 她問為什麼成佛還有無明呢 她問為什麼成佛還有無明 已經成佛了 又在身處無明來 從無明跟成佛之間 她總共問了三個疑問 那今天呢 今天是誰要發問啊 阿彌勒菩薩 各位看完沒 有看完啦 她問什麼 她問什麼 輪迴啊 她為什麼要問輪迴呢 各位要問 要理解 她們的問題有關係 她為什麼要提問輪迴 也因為佛所說的話的關係 要回到前面那個單元 我們來看看啊 前面那個就是金剛章菩薩 她有提到一個地方 好像二十幾的 是不是二十六啊 我早上有看過一下 我有沒有搞錯 不 我應該放錯了 金剛章菩薩沒錯 十四啊 十四啊 好 十四 十四在哪裡啊 在這裡 奇怪 金剛章菩薩敢問無明 對不對 所以說 她裡面提到有一個輪迴啊 二十四 有沒有 事故我說 一切菩薩寂寞是眾生心端無始輪迴根本 有沒有 因為這句話 佛說就是 就是 那個金剛章菩薩問的問題 問不對 覺得她問的不好 所以非為這個正問的結果 是嗎 所以 這裡提到的是 要斷無始輪迴根本才可以了解到這個問題 所以說 我們今天 藉著要講的這一章 就是講這個輪迴 輪迴的道理 也就是 金剛章菩薩總共問了幾個問題 從六七八九來看 問了幾個問題 問了四個問題 就是 雲何當端輪迴根本 因為 金剛章 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 它 它代表大眾來問說 如果 如果修行的人 諸菩薩就是修行人 以及末世眾生想要修行的話 想要在如來的極滅大海當中 能夠自由自在的出路的話 那就是應該如何 要斷除這個輪迴根本 輪迴根本的意思就是說 不只是斷輪迴 還要把輪迴的根本要除斷 所以這一章談的就是 輪迴的一個內容 就是說什麼是輪迴 什麼原因造成輪迴 然後輪迴有幾種不同 第七個有沒有 就是在不同的一個輪迴當中 有哪幾種不同的種類 他們叫種姓 大家知道嗎? 印度有一種思想叫種姓 種姓的意思就是 不同的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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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那個種族 其實就是階級 婆羅門 還有什麼沙地利 還有賢民 那就是有不同的身份 依於社會地位的不同 然後它就當作是 這個是不可以改變的事情 所以叫做種姓 種就是種子姓 就是它的本性本質 例如說 木瓜可以變成西瓜嗎? 不行 可以因為太陽的關係 水分的不同 土壤的肥沃不同 因此木瓜變成西瓜 不行 那就是因為不同的種子 了解嗎? 木瓜跟西瓜是因為不同的種子的關係 然後種出不同的水果來 所以說 這個就是他們的種子 有他們不可改變的本性 那它用這個來比喻 我們的一個階級 階級在以前是很難改變的 與生俱來一樣 就是說 你的祖先是什麼 你就什麼 然後從你父親往上面去推論的結果 就是這是不可能改變 因此他們的一個社會流動很低 除非改朝換代 但是改朝換代應該是少數人能夠改變身份命運 絕大多數的人奴隸還是奴隸 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可能上身為貴族了 但是他極少數了 所以這個是叫做種姓 所以輪回是不是也是不可以改變呢? 這個問題 各位了解嗎? 如果輪回也有所謂的種姓的話 很顯然輪回 輪回也是很難改變的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就說了 我們只用這個比喻來理解 其實就是說明要改變這個輪回的所謂的本性的話 那要找到輪回的根本來改 對不對? 才可能 不然改不了 因此他就問說 輪回的根本要如何才可能 才可能除斷 斷就是斷除 就是把它中斷了 斷了就沒有了 就不再延續下去 就叫做斷 然後如果斷輪回的話 那就是正列盤獲得這個修行的結果 就叫做修佛菩提 了解嗎? 那修行也就代表了修佛菩提就是 修行佛陀的覺悟的話 會有哪些的不同等級 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差別 幾等就是幾個等級 幾個等級就是 譬如說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有沒有 或初級 中級 高級 總之就是有不同 不同的等級 就有不同的差別 那你說修行 學習佛法會有等級差別嗎? 是哪些等級差別 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啊?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所謂的二聖跟菩薩聖 最簡單的說法 還有比較多的說法就是所謂的五聖 五聖可以知道嗎? 就是身分圓絕 然後人跟天啊對不對? 人天聖啊 人一聖嘛對不對? 還是人天一聖? 人是不同天 天不同人 但是人天是相通啦 是五聖是人天為一聖 還是說人家天 然後身分圓絕菩薩 佛算不算一聖? 好像佛也算啦 佛聖耶 那既然的話人天應該是一聖嘛 人天身分圓絕菩薩 佛 那就五聖 所以看你要用哪一個來說明 而且說明要怎麼說明的結果 那就是有不同的等級不同的差別 為什麼要區隔有等級差別 那是因為修行的 一個是修行方法的不同 一個是發心的不同 了解嗎? 在以往我們香港人搭那個都輪 你各位知道嗎? 這個底層啊 底層是大眾層 大眾層是最便宜的對不對? 便宜很多了 五毛可能是五毛了 我大國五毛都一毛的 現在不行了對不對? 那幾十年前 那是沒冷氣的 沒座位 第一個絕對沒 有座位但是可能沒得坐 但是沒冷氣是絕對的啦 第二層的話 上層就是有位置坐的 而且有冷氣的 那就是有等級嘛對不對? 那這個等級是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錢有關係 你願不願意花錢 那就錢跟什麼有關係? 跟你的心態有關係 了解嗎? 你說我沒錢或使不得花錢 所以說那當然就是有不同等級 那學佛也是有不同等級啊 對啊 你使不得什麼不說花錢 使不得什麼用功了解嗎? 使不得用功 因為用功很辛苦啊 他們說修行要過五不實 你要過五不實嗎? 他們說喔 因為很多種說法不同 那所以說 不就這個就沒有這個 所謂的等級的話 那就每個人發心不一樣 所以說 還有第九個 各位看懂第九個嗎? 回入城牢 還有幾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 這個是說菩薩度諸 需要有什麼的一個教化方便 為什麼會特別有一個第九個呢? 那是因為大聖佛法提倡的修行 是菩薩入生死苦海修行 清楚嗎? 然後所謂的修行 基本的說法就是要處理生死苦海 所以說 所以說 大聖佛法講的修行 可是是要入生死苦海才叫修行的話 那就一定要有特別的裝備 了解嗎? 不然到生死苦海就是跟輪迴是沒有不同 那沒有不同 那但是 但是菩薩入生死苦海叫做發願 了解喔?叫發願 凡夫入生死苦海就叫做無明 發願跟無明剛好相反 那這個地方就是講這個修行 有它的一個不同的方式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其實就是剛剛這個問題 輪迴究竟是什麼? 然後有幾種不同的一個輪迴 佛法講輪迴會怎麼講的? 就是說明生死 生死的由來 然後輪迴的意思就是生生死死 所以生死是多次的 各位注意這個問題 也就是死了又生生了又死 生死不已的話就稱之為死而因緣 十二個階段的意思 那十二個階段就是以這個無明為開始 然後以老死為結束 不過既然是輪迴的話 那就是如輪之轉 就不斷地滾動的結果 那滾動的結果 就在過程當中可以找到開始嗎? 找不到開始 也找不到結束 可是他就從無明開始說起 從老死說明他的什麼結束 中間就有其他的十二個 譬如說無明緣行 行緣事 事又怎麼樣 就明色六路 見一路縮殺來就有十二個 等一下給各位看看這個過程 可是見十二個階段有十二個明目 了解嗎? 看起來一個明目代表一個階段 那是說明的方便而已 真實的狀況應該是無以明知 就是說那是一團東西 然後只是獲得一個過程 例如說從上山搭捷運到淡水 那不就是有很多個站嗎? 那如果就過程而言 一區隔有十二個站 第一站叫什麼?第二站叫什麼? 但是中途不剎車的話 其實那些站名都是多餘的 對不對? 就首跟尾而已 然後你也可以從淡水前面一個站 前面的站 譬如說石牌或北投 開始算起啊可不可以 那個階段是我們先去看就了解了 我們不一定從上山跟淡水當作首尾 你可以中間取首尾也可以成為一個過程的 所以石而因緣只是說明生命的由來 生命的一個過程 以及生命要還滅的話的一個道理所在 那件一再重複一再發生的結果就叫做輪迴 然後可是輪迴不是一直都當什麼? 不是一直都當人啊 佛法說六道輪迴 所以輪迴的意思就是在六道當中輪迴 六道各位知道就是惡道跟善道 惡道是什麼? 地獄惡鬼出身 可是我看到這裡好像沒有出身道的解說耶 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是彌勒菩薩章這個說明輪迴的一個內容的時候 沒有出身道的介紹 它有天人 有天人 有惡鬼地獄 所以善道就是什麼? 善道就是天跟人對不對? 阿修羅啊 這裡也沒有阿修羅耶 然後呢 為什麼? 其實能夠修行的 我看只有人而已啦 天一定要帶著人來說 天要帶著人來說 然後人也帶著天來說 因為人也有很多人不能修行 你知道嗎? 因為很苦 天是因為太幸福了 所以人是 人要有一點福包才可以修行 那就是天啦 那天 天 純粹是天是不能修行的 各位知道嗎? 只能墮落而已 所以有一點苦 所以有一點苦又不太苦 那見的話 那唯有唯有人 出生是太苦了 不過有些出生是蠻有福報啊 我們看過有些狗狗很享受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給各位看過 他們很幸福快樂還有專人照顧 所以出生 出生基本上是不能修行的 法古山有隻狗狗 師父有提過了 他到底會不會修行呢? 師父認為他不會 他 就是跟著大家就已經很幸福了 所以他大概是寂寞啦 寂寞 出生是沒辦法修行 人也很不容易修行 要有福報 而且要六根具足啊 如果眼跟耳根缺一的話 那打打折扣要怎麼 那如果腦袋不清楚的話 想要修行 然後改變命運 可能嗎? 很難啊 不是不行 而我們這裡所說的修行 是說是原覺的這個覺悟成佛 然後修行當然就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什麼訴求啊 所以說你對於修行有什麼想法? 想要改變命運對不對? 終點福田 然後呢 這個是一種想法 也不容易耶 有些人說 種瓜 種瓜 威必得瓜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因為白費努力嘛對不對? 為什麼? 你很努力澆水對不對? 但是土壤不佳 就環境不好啊 自己努力 也很難有成功 所以說 如果有時間不如多多什麼 多投資股票 比較有把握 有不同的主張 有不同主張 所以說 我們說 剛剛所說的 那個發財夢 可能是 可能是自己自己 愛做夢而已 那因此啊 就是修行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要怎麼去修 那這個的話就是 修行的成績就有不同 起碼就有身文 身文的不同 原覺不同 跟菩薩的不同 各位知道 那 修行的目的究竟為了什麼? 就究竟而言 剛剛說的 想要 得到一些福報的話 這個最大福報會是什麼? 成佛 成佛是什麼意思啊? 度眾生 那是菩薩道啦 那是很高的 可是 可是度眾 成為成佛 那就是要從什麼呢? 從生死苦海跳出來 還是說要跳進生死苦海當中啊? 跳進去了 跳進去 不要注意 要跳火海了 我們讀這一章 會讀到這個道理啦 就是說 之所以要修行 就是因為生命是苦嘛 對不對? 生命是苦 是因為有生死啊 所以說 凡夫捨不捨得 挑出生死啊? 捨不得 凡夫捨不得 凡夫捨不得的 凡夫捨得的話 就每個人都跑去修行了 絕大多數的人 不知道生死為何物 第一個好不好 不知生死為何物 所以生死的到來 那是很突然的 然後 除非大病啊 了解嗎? 被宣判死刑的 然後就突然間 被人家從生死苦海當中 拉出來 說 你快到站了 要準備下車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就恍然發現 我才三十歲 四十歲 我為什麼會死啊? 然後我 我事業做得正好 我剛好很青春準備結婚 為什麼我要死? 那這個的話 是佛法說的無常 那真的是很無常啊 這個時候他才想要修行 可以嗎? 來不及啦 了解嗎? 那就要說 我要念佛 那是願意接受的 才接受 有人說 那到 耶穌那邊呢 其實也沒差 去美國跟英國有差嗎? 沒差 要離開台灣嘛對不對? 對不對? 終點就是說 離開這個 所謂的 肉身的生死 所以 這個不會想修行的了 也修行不來 然後 那我們 還沒被宣判嗎? 對不對? 不過我預算 我應該還有二十年法 我們會見證 亂想嘛對不對? 九十歲也不錯嘛對不對? 八十歲應該比較正常 通常人都有這種想法 那這個可以修行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也很難修行 因為我們每天都花很多時間 在 在什麼 吃喝玩樂 所以說 也很難修行 所以正要修行的人 應該是極少數的人 然後修行的目的就為了脫離生死 那脫離生死的話 身文佛法是怎麼說的 各位知道嗎? 就所謂的四果 各位知道 四果最高的果是什麼果? 阿羅漢果 阿羅漢果 阿羅漢果分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聽說啦 因為都不是我們的境界 阿羅漢的四果一生就可以 可以做到了脫生死了 當生喔 就是說這一輩子 結束了 這個肉身 這個肉身 叫做死了 就叫死了 我們俗話就死了 不再呼吸了 那他就沒有再輪回了 當生就解決生死了 所以為什麼有人修 修身文佛法 因為身文佛法 到底就是當生可以解脫生死 那這樣的話 他當然他以前也 累積了很多嘛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他不是這一輩子才來修了 我的想法 如果這一輩子就可以修成的話 那太不簡單了 他應該以前就修過 修了很多的 那這一輩子為什麼 他繼續努力 你就可以當生解脫的話 你願不願意就解脫啊 這個就是很大的誘惑嘛對不對 我們沒程度當然是不會的 我們不會選的理由 是因為我們其實哪裡都選不 選哪一個都一樣很難 那如果十三果呢 他現在十三果呢 就是 就是 其實他還要 還要再來 只不過我看過是不生於欲界啦 欲界各位知道嗎 我們這個叫欲界 他還要再來 但是來到的世界 就不再欲界了 就在色界或無色界 這個我不清楚 這個別人說了 這個別人說了 我就竟然聽一聽 因為這也不是我的境界 然後呢 那個二果 二果呢 二果聽說要兩次 還要來兩次 那如果是出果呢 出果要七次啊 七次 所以說 到了羅漢這個境界 四果才可以 不來 不來 那不來的意思 就不來這個生死苦海 了解嗎 主要是指我們這個 欲界的生死苦海不來 這個就是修行的目的 為什麼修行那麼的急迫 遠離生死苦海 那就是四身地所說的 了解嗎 苦極滅道所說的道理 然後大聖佛法講呢 就是菩薩修行 所以菩薩修行就是要 要入生死苦海 那入生死苦海的話 要怎麼樣 才可以不苦 了解嗎 應該是這個道理喔 如何在生死苦海 能夠度化眾生 而自己不以為苦的話 這個是需要有 有所謂的教化方便 所以 這個就是 弥勒菩薩所要問的 幾個問題 那麼 那麼佛對於 弥勒菩薩的請問 他就 他就要告訴 告訴他的道理 那這個道理的話 這一個要回答的是 生死輪迴的根本 各位知道答案是什麼 因為你看過經文 所以 你知道答案是什麼 生死苦海 輪迴的根本 輪迴的根本 你看這裡 你看到了 第十八個喔 十八個就 十八個 標目十八 就是答案 一切眾生從無死之際以來 就因為由於種種的恩愛 以及貪欲的關係 因此又輪迴生死 所以輪迴之所以誕生是眾生的恩愛貪欲的結果 這個是我們今天上課 所以說弥勒菩薩這一章 首先要知道的佛法之見 在這個地方會有不同的所謂的一些看法 第一個就是對於欲望的看法 一個是對於愛的看法 不同的學問有不同的態度 那佛教講的很什麼 很果斷 就是要斷愛 要絕慾 對不對 很清楚嘛 很果斷 一到兩段 沒有任何的 這個空間 那我們說了 就是不要說 不要說一些很極端的組裝 像儒家對於這個恩愛 對於這個欲望 沒有那麼的極端 沒有那麼極端 那這個很極端 尤其是表現在少生佛法的主張當中 所以那個稱之為什麼 稱之為出家 出家的意思就是 出離這個愛欲之家的意思 那要怎麼出呢 那就是 那就是拋棄家庭 其實就是 拋棄了 對於愛的追求 對於欲望的滿足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 是佛教的一個激烈的想法 還是說是有它的道理呢 那允許我們去討論的 為什麼 如果不允許討論的話 那就 那就我們已經接受了這個真理了 那我們 我們講法就不同 那事實上在佛教裡面 就就在《冤絕經》當中 他的態度就 就沒有那個原始佛法的那樣的一種 這個就是愛斷情那麼的果斷啊 他有一個我們不叫方便 我們叫什麼 他叫反省 了解嗎 他稱為什麼 稱為菩薩 稱為菩薩 所以說 所以說 他這裡就是說了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了 有一個路生死苦海的一個教化方便 對不對 來度眾 那生死苦海的眾生 其實就是有愛有欲啊 那你要度化他 你要指導他 你要站在什麼角度 來說法 你立足在哪裡 那你還是立足在哪裡呢 愛跟欲當中 跟他一起生活 對不對 一同呼吸 你才可能教化他們 所以說 菩薩這個路生死苦海 雖然是也有愛也有欲 但是跟凡夫的迷思不同 了解嗎 但是菩薩會不會因為度人而被度呢 不會啊 那是大菩薩 小菩薩早就被淹死了 了解嗎 所以說 才是要有方便啊 意思就是有保護自己的一個什麼 一個方法 如果沒有保護自己的方法 可能就被渡走了 自己就自身難保 所以說 這會不會很危險啊 很危險喔 所以說 沒程度呢 不要跳進火海去救人嘛 對不對 例如說 你看到有人溺水 你要挑殺去救他 還是幫他打個電話 就好了 游泳 會游泳也要看狀況嘛 對不對 你看到有一個人被打 你要不要去幫他 一起對抗那個歹徒啊 打電話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說 要有什麼教化方便 了解嗎 這裡是講這個的 就是因為 標榜的是 出離生死苦海 所以 那個修行可能流於冷酷 然後 對別人視而不見 所以 有他的什麼呢 流避 為了救濟 為了救濟 這個缺失 所以要提倡的 就是 渡人而自渡 但是 渡人而自渡 也必須要有 所謂的一個 修行方法 或 教化的方便 修行方法 就是六渡 了解嗎 六渡 那 教化方便 就所謂的 四色 四色 然後 還有呢 其實後面 說了一個 很特別的 就是 清淨大願 了解嗎 今天就是 上課要講三個內容 最後這個 清淨大願 就是 第四個問題 所問的 教化方便 菩薩如果沒有發大願 而且是清淨大願的話 那 他到 生死苦海度眾 會 會什麼 會變質 了解嗎 什麼叫變質 就是 做人 做人的道理 會 改變 本來就是要 熱心服務了 後來 就變成什麼呢 不 不只是被度 不是被度 他變成是什麼呢 去 去 去掠奪 各位知道嗎 掠奪 本來去救人嘛 對不對 應該要付出 後來變成是什麼 去搶奪人家的物資 就例如說 儒家所說的 那些聖人的 什麼君子 就變成貪官物力啊 本來就是 要做官就是 要拯救 黎民百姓嘛 對不對 那你看 像有一些 所謂的 政治 政治運動 怎麼說呢 譬如說 太平天國 講遠一點 不會引起誤會 對不對 太平天國很遠 然後 他們為什麼會起義 他們為什麼會起義 講遠一點點好不好 越遠越好 宋代的水浮傳 了解嗎 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 具義在梁山伯啊 他們本來都有理想 你知道嗎 就是 關必民返 然後呢 還有一句話叫什麼 關必民返 就是說 他是被動的 了解嗎 然後呢 還有一句是什麼 忘記了 就是要 伸張那個正義 為民請命啊 了解嗎 那這個是不是大怨啊 這個是大怨 可是後來他們變職啊 除暴安民嘛 對不對 還有很多好話 可以慢慢想一想 因為我沒有準備要見說 然後呢 這個是他們起義的時候 一個很正面的大怨 一個願望 對不對 後來為什麼會變職啊 就是 我們要講的慾 了解嗎 慾望 所謂的愛啊 愛就是自愛 每個人都愛自己 了解嗎 然後 可是什麼時候 然後 忘了所謂的大怨 變得很自私的愛呢 自私的愛 要怎麼顯示出來呢 就是掠奪更多的財富 了解嗎 更多的權利 更多的名位 然後呢 人生目標改變了 本來是為民請命的 後來變成都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那就自相殘殺 你知道嗎 梁山伯 後來知道如何收結局啊 72個好漢死了一大半 就是被朝廷招安 去打那個方辣 然後 那就是政府 把你們收兵為政府軍 再去對付另外一個反叛的勢力 讓你們打了亂七八糟 來一方死了 政府都怎麼樣 都很開心嘛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要接受政府的招安呢 那我也就是 所以 那中間的那個核心的理想在哪裡 沒有嘛 各位知道嗎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太平天國啊 後來諸 諸葛天王就是互相的攻擊 打來打去 也是滅亡了 不是清軍把他們打敗了 是他們自己腐敗 腐敗的意思就是天王也要納欠 你知道嗎 一群一堆美女 也有很多珠寶啊 那大家都是追求說了半天 拆穿了 就是富貴榮華 就是權利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跟所謂的 就黎明百姓於苦海的理想 是不是差太遠了 那菩薩救度眾生 也就是說 要有慈悲心 願意露苦海 那最後可能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宗教的戀財也是層出不從吧 這樣講了就好多了 所以說 可能那個廟蓋了半天蓋不起來 然後呢 然後錢跑去哪裡 就是一個問題 錢跑去哪裡 然後為什麼那些人願意 可以把錢捐給道場 那是因為對道場 懷有理想 是幻想好了 或想法 要幫助師父蓋廟嘛對不對 就那麼一句話 師父要蓋廟 我們只要出錢 一起來蓋 蓋了好久好久沒蓋好 可能有些宗教團體就會捐款而逃啊 那這樣的話 你不能夠說他們沒有理想 但是他們的理想跑去哪裡了 這個也就是清盡大願 你可以知道嗎 是否可以一以貫之啦 就沒有改變 這樣的話 這個菩薩才真正的入生死苦海 來修行 那既然要入生死苦海來修行 要教化眾生 所以要蓋廟對不對 然後要建立生團 然後要推動一些度化眾生的事業 那這樣的話 會不會很辛苦啊 會不會影響你的打坐 會不會影響你的修行 那既然的話影響了 你本來當生這個 就可以找到彌勒佛 還是彌陀了 就可以成佛 因此而耽誤了好幾生 你願意嗎 下輩子還要回來再蓋廟可以嗎 重新從小莎密宅開始做 這個道理很有趣喔 我打個比喻現實有沒有這種可能 你已經是在這個環境生活了很好 其實我有過這個經驗啊 我也沒有很好啊 但是在我的天地裡面 我就是一家自主啦 別人來到我的單位的話 我就是最大了對不對 這可以理解囉 那你要放棄這個身份 也就是你要離開你這個工作 然後到一個陌生環境 重新再來當什麼 當一個學生 你可以嗎 就是這個算不算又進入另外一個生死苦海 重新再來 那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像聖言法師 他不是已經軍中又再度出家嗎 再度出家 他只要窩在龍禪寺還是文化館 他就當館長了對不對 他又是出家人 又是唯一的男中弟子的話 也沒幾個弟子的話 他是不是說三 就沒人說道士了對不對 說一就是沒人敢說二的話 他為什麼跑去日本 四十多歲的人 還要拜一個 可能也是四十歲的老師 為老師 請他指導寫作論文對不對 你知道老師很難伺候的嗎 在以前 又在日本 對 那你為什麼那麼委屈 因為你想說 讀完書回來 可以什麼 可以紅髮 會不會想太多呢 會不會想太多 為什麼 回來已經沒你紅髮的機會了 因為你那個位子已經被人家搶走了 有可能嘛對不對 那當時要把握才是最好啊 已經試過情千了 會不會不好 所以說 為什麼願意放棄眼前那麼好的 好的利益 追求一個未來的結果呢 那是不是要有大願 沒錯吧 然後呢 不見得更幸福啊 可能更辛苦而已 為什麼願意付出 這是不是菩薩的精神 必須有這個精神才可以讓我們覺得 願意付出啊 那就是談這個道理 所以 這裡要談輪迴嘛對不對 輪迴根本就是 貪欲 或這個情愛的關係 可是菩薩的修行就是說 本於慈悲 然後願意投入說婆 那我問你 慈悲跟這個情愛又沒有不同 比較親近啊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去了解的道理 各位知道嗎 那佛跟菩薩有何不同 然後菩薩又跟聖文有何不同 你要知道嗎 這裡還有一個叫做凡夫啊 所以從凡夫要到佛 從凡夫要到佛 中間要經過修行 凡夫有沒有修行 凡夫要修行 但是凡夫有沒有 沒有 凡夫是沒有修行 凡夫是沒有修行 所以叫做未成佛 那這裡就有一個詞語叫做五性 各位知道嗎 五性 我們來看看啊 五性差別 五性差別包不包瓜凡夫 各位知道嗎 五性差別包不包瓜凡夫 那我們確定一下五性 五性是哪五性 就是因為修行有五種不同的一個程度的差別好了 因為在這裡講的五性其實就是五種不同的種性 了解嗎 五種不同的種性 代表的是難以逾越的一個一個差別 可是我們說了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沒那麼嚴重了 就覺得是五種的種性 但是的確是有五種不同的一個差別的話 那這五種是哪五種 凡夫算不算 凡夫算不算 凡夫算不算五種之一 就有兩種說法喔 有一個說法是凡夫也算在內啦 但是我接受凡夫不算在內 凡夫不算在內 然後呢佛算不算在內 那也不算的話 我把凡夫跟佛都拿出來了 那中間 比如說我們要說五哪五種 我們要開始算起好不好 身文原訣一定算嘛對不對 那身文算一種好不好 既然算了 身文是一 原訣是二 排序是有一二 第三個是菩薩 那四跟五是什麼 身文原訣菩薩第四第五是什麼 經文有說 我們用經文來說 就是 那你看第十七段開始說起善男子 一切眾生皆正原訣 所以包括了所有的眾生 其實也包括凡夫啦 但是凡夫不修行就不算數 那佛是已經修行完畢了 所以也不要算了解嗎 然後呢遇到善知識 就意有的關係 好朋友 不是壞朋友 就是照著好朋友 善知識所給予的一個因地法行而修 然後那時候修行的結果 就有差別了 什麼差別 有頓見的不同的差別 有沒有 頓見不同的差別 於是 只要他遇到善知識所教導的 如來無上菩提修行路 更無大少 就成爲什麼佛果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不定 不定 清楚嗎 不定什麼意思啊 不確定 不確定 然後呢 也就是 所謂不確定的話 沒有任何的屬性就不確定 可以咯 可以咯 那第一個十身文 第二個原覺 第三個菩薩 有沒有定 很定 不定的話 其實 也就是也可以包含什麼 願意修行的凡夫了 了解嗎 那第二 所以二十 二十 剛末二十 若諸眾生 需求善有 然後呢 但是 需求 求不是欲 需求 前面是欲 對不對 這個 十九是欲 這個是呢 是求 欲到了 是不是比求到了更輕鬆啊 求會不會求不到 會 所以有心去求 但是 遇到的是邪見的人 因此 為得正悟 就是為得 欲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的話 這個叫什麼 遇到的都是外道的話 就叫什麼 外道種性 別清楚咯 這裡所謂的五性 就是說 身文種性 原覺種性 菩薩種性 不定種性 以及最後一個 外道種性 稱之為 五性差別 有沒有 稱為五 他說 這叫五性差別 是因為那些邪式的過失的關係 不是眾生自己的問題 你知道嗎 遇到的老師 有不同的結果 那在這裡 只是先告訴各位 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說明 好不好 現在記得嗎 五性差別 是哪五性 神文 神文 原覺 菩薩 不定 外道 那佛不算數是因為 他已經 修行完畢 然後凡夫不算數是因為 還沒開始修行 如果凡夫也修行的話 他就會歸到 中間來 中間那幾個來 看是哪一個比較可能 因為有些是把不同的註解 各位看 不同註解 他們對於五性差別有不同的一個主張 那我們 我們要怎麼說都可以 只要你認定了 你要表示你很客觀的 你就根據某某人說就好了 例如說 我記得 我看那個 漢山大師 就是凡夫不算數 聖野法師 理解 我理解 應該也不算數 可是有些 有些是 又算數 那各有所見 沒有關係 不過 因為現在論文的議題很盛行 那我們上課也是跟論文有關係 就是有根據 這叫註解 了解嗎 不是個人在那邊自我主張就可以了 那還有一個叫滅除二障 各位知道二障是什麼二障 四障跟理障 那理障就是觀念的問題 就所謂的法質的問題 理障就是對法的執著造成障礙 然後四障呢 四障其實就是我質 我質 那我質有哪些 我質聖野法師有提出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煩惱 煩惱的障礙叫煩惱障 第二個是職業障 第三個是什麼 暴障 暴障聽懂嗎 夜暴的暴 夜暴的障礙 夜暴的障礙 例如說天生殘缺就是暴障了 要怎麼 那所以 有兩種障礙要除滅 要清除 一個是屬於煩惱障 那衍生出來就是 還有可能還有一些跟自我有關係啊 不只是職業障 跟那個暴障的問題 職業障各位清楚什麼意思嗎 聖經法師書裡面有舉例啦 有人因為繼承家庭的事業 那譬如說他家裡開海鮮餐廳的 繼承了以後就不來不來寺院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不好意思 你了解嗎 他覺得跟別人交換名片說 或是某某大餐廳的大老闆的話 他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他就不來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跟職業有關係嘛 叫職業障 所以職業就會成為煩惱了解嗎 職業本來應該是某道的什麼呢 某道的途徑 那因此這個要正命了解嗎 佛教部所謂的八正道了解 八正道有一個正道就是 謀生的職業要正當啊 就是稱為正命 正業是身口一三業的要求啦 深業口業心業的一個自我要求 然後職業是謀生 謀生是我們生命的延續了解嗎 那能不能當獵人啊 那能不能當漁夫啊 漁夫補漁的人 那要不要當屠宰漁場的漁工啊 那要當農夫嗎 你知道嗎 這裡就是有寬言不同嘛對不對 有寬言不同 如果你那個是南傳佛教的話 他會說你農夫都不能當啊 因為他們是託伯的 他們不會去跟蹤 所以修行就在這些的一個生活當中去思考 要如何的去去除那個障礙 了解嗎 然後這個所謂障礙 就是成為我們的煩惱上面的障礙 或觀念上面的障礙 那在中國有一個叫百丈禪師有沒有聽過 他提倡這個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那我們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什麼禪宗的結果 所以我們對他就是很推崇 在今天來說 他在當時是被罵的你知道嗎 他罵得很鬆的 為什麼 因為他創立一個所謂的叢林制度 然後就有一個不同的修行方式 那我們就問說了 達摩大師的時候 或禪宗什麼時候開始 改變了一個所謂的飲食 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吃這個習慣 對 什麼時候變成是一個 就應該如此 那在這個之前的話 其實是不是這樣的 那他們在維持飲食的時候 也應該會有煩惱嘛對不對 然後感情上面的煩惱 或觀念上面的煩惱 那麼這個所謂的釋章跟禮章的話 要如何去面對 如何去理解 這個就成為我們修行的一個 一個要注意的問題或要關心的問題 你了解嗎 像我們在家人 我們在家人實際上說 雖然漢傳佛教標榜素食 只有吃素 但是在家人的標準很低對不對 第一的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那麼強烈的要求你 然後我們比較沒有掛礙 但如果你是漢傳佛教的出家人 那就很嚴格 各位了解嗎?很嚴格 為什麼?因為視童破戒 視童犯戒的話 那這裡會不會有障礙啊? 那既然有障礙的話 作為一個漢傳佛教的出家人的話 他這個地方就要很很很 很嚴格要求了 視童持戒一樣 那這個就是可能做不好 就有那個煩惱跟觀念上面的衝突 那煩惱的話 是不是就確定了我們修行的道路 意思就是說 你做不到的話 你就不要勉強自己 煩惱的話 是不是比較妥當 那如果你又做不到 又勉強自己 要作假的話 這個是不是假的修行啊? 那作假不如說求真啊 做一個假的修行人 不如做一個真的什麼? 在家人 然後呢 然後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修行有它的差別不同? 那如果說你是為了明文利養 因為出家有更多的什麼利益 然後呢 出家就像上班一樣的 這好不好啊? 這就不行了喔 這就是冒充出家人 變成是破壞佛門的親近 所以這個就是要自己 要有一個自己的一個決定 所以說滅除二障 其實就是要了解 四障是什麼 理障是什麼 每個人的四障理障 可能都不一樣 但是都應該要去 在這個地方清楚 然後你要了解到 有五星的差別對不對? 自己是屬於什麼? 是屬於聖文的 還是什麼? 菩薩 聖文好當嗎? 菩薩好當嗎? 那為什麼兩個要選一個呢? 做個凡夫不行嗎? 所以也沒那麼絕對吧 凡而不凡了解嗎? 聖而不聖 所以這個地方 要有圓絕的一個智慧 各位了解嗎? 要有圓絕的智慧 那凡夫沒有圓絕的智慧 是浩高霧遠 然後追求聖人的境界 結果做不到的話 那又起了煩惱 那這樣的話 就違背修行的一個初衷了 講了很久了 各位有沒有覺得 都只是在觀念上面先說明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那個經文 你會更清楚 我們休息一下 給各位看一個所謂因緣 我們開始休息 等一下就可以重新再看 好 我們這個所謂因緣 各位知道生命的流轉 會把所有個背起來嗎? 三世 十二因緣 它代表的是 過去是 現在是 未來是 但是是從過去說到未來 還是從現在說到過去啊? 各位知道這個意思嗎? 我們習慣是從過去 現在未來對不對? 這個排序實踐了 過去現在未來 但是會不會應該是 從現在回溯過去 想像未來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間點 是因人而異對不對? 那也就是沒有絕對的時間點 可是我們落在自我的執著當中 就有一個時間點出來了 經過我們的分析 這個時間點沒有那麼絕對的話 那已經把我們的時間鬆開了 了解嗎? 那鬆開的意思就是沒有絕對的現在 也沒有完全的未來 更沒有所謂的過去的執著的話 那生命會不會比較自由? 那因為時間的觀念不同改變了 是不是空間也不一樣? 那空間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裡所說的十二個因緣 就是所謂的一個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世界的話 受到時間的一個不同的影響 因此它也沒有絕對的什麼? 沒有絕對的無名 無名也包含了其他十一個 有沒有? 行也是因為無名的行 所以有其他十一個 所以道本無名 你知道嗎? 這個真理本來是沒有名稱 給予名稱的目的就是 要確認它的一個存在的一個方式 而方式是不斷的改變的結果的話 這個叫做無常 無常的道理就是因為它沒有絕對因此是空 這也就是佛法所說的道理 那生命間去看的話 不斷的改變的結果叫什麼? 就叫做輪轉 然後因為行善 那就得善果的話 就是人天的果報 因為造惡業 那因此就是會有地獄惡鬼的產生 那這一切都是我們都一個 就是善善勿惡的結果 這個就叫做愛心 了解嗎? 然後生命就是有一個愛心做一個主導的話 那我們就會不斷改變自己存在的方式 因此就稱之為輪轉生死 道理實際人說的 那現在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 因為剛剛第一節我們講一個道理 然後現在開始就是看經文 用經文來 來進一步 確認一些事情 我不會每一個字都說明 因為關鍵說明最重要的 那剛剛各位看到了 就是我們就從彌勒菩薩的幾個問題做開始 那我們就從這裡再開始 就是六七八九 他問了這幾個問題 輪迴的根本 輪迴根本 應當要如何的斷除 所以有輪迴根本的問題 輪迴根本 我們就剛剛從這裡開始 就有說明第十八段 一切眾生從無死之際開始 就因為種種的恩愛 種種的貪欲 所以輪迴就因此產生 恩愛就是說 就是說父母之恩 夫妻之愛 了解嗎 然後或親子之愛 這些都是輪迴的原因 然後背後的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充滿了貪欲 我剛剛也有說在一些學問 學說當中不視為負面的 例如儒家就是說 這個叫做天倫 天倫之樂 然後呢 所以呢 晚年無子就叫做孤獨老人 了解嗎 他把這個事情想得很優美啊 新代人大概會覺得說 嗯 叫做就是老兒防兒 防兒就是 要防備這個兒子來 來搶你的財產是嗎 以前就是 養兒防老 剛好顛倒過來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煩惱吧 所以說有煩惱的話 也是因為在生死中 有這個煩惱 所以結婚有結婚的煩惱 那不結婚呢 不結婚也有煩惱 不過在過去不結婚 比較多人指指點點 那現代的話就 就社會風趣不一樣了 就比較更更開放了 所以世界一切的總性就是 生命啊 就是因為有卵生、胎生、四生、化生 這個我比較能夠理解 前面三生對不對 比較不好懂化生 變化而生 變化而生 然後這個是 我們人類動物都是胎生 然後雞跟鳥是誕生 生誕的 然後獅生就是那個蚊子、昆蟲之類的 然後不同的生命的誕生方式有不同 但是都是因為這個盈獄 而獲得它的一個性命的結果 所以所謂的盈獄就是 男女或陰陽交配的結果 而誕生了我們的生命 所以這個輪迴是什麼意思? 生命一再誕生 就是不斷地生於死 那就是愛為根本 這個稱為愛的話是一個根本的一個理由 因為有了這個欲望的關係 所以就會助長而發展成愛的一個本性 愛的本性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愛的本性就是貪 貪就是所謂的煩惱 所謂的煩惱 能夠不貪的話 那就是因為能夠寡欲 然後在慾當中去做功夫 因為慾其實就是要不斷地擴充它的一個不滿足 然後慾就是欲求 然後就是要對於多的一種獲得 那有沒有滿足的時候呢? 慾望是沒有滿足的時候的 只有越來越多 所以慾望是沒有理性的 有理性的話 那就是從心來理解 心才可能主導生命的方向 那就有兩派的說法 有一派就是主張忠欲的 就是滿足欲望的追求 有一派就是要對欲望做主導的 就是要指導這個欲望的一個方向 例如說有所謂的劫欲 有所謂的寡欲 寡欲 寡欲就像孟子說啦 儒家其實都是在主張寡欲的 然後我們以前讀書核對的結果就是佛教 佛教就是主張這個斷欲的 然後就從這個少勝佛法來說明這個道理 對欲望是有一個很負面的一個批評 那欲望就是還有一個說法 其實也是也是愛的意思 希望自己更好所以更愛自己了解嗎 所以愛其實就是對自我的一個執著的意思 因為既然有愛有欲那就是生死相敘啦 生死相敘其實也就是在一個生死世界當中 不斷的延續下去的結果 所謂生死的世界 我們這個上課算不算生死世界啊 也要算嘛對不對 是不是因為愛自己的關係來上課 是不是因為想要滿足上課的欲望求知欲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上課 那因此我們就是說要接受這個生死的考驗 今天要有一點下雨就會淋雨啦 那淋雨之前就要被曬了好辛苦啦對不對 那生死辛苦嗎辛苦啊但是來上課幸福啊對不對 在家裡看網路也會幸福啊那為什麼還要上課呢 那所以說因為也是有愛有欲的關係 所以愛與欲也沒有那麼的負面 因此也就是建有所謂菩薩的一個說法啦 如果那麼絕對的不好的話 那就是少生佛法的斷情絕愛 就是生死就極命 欲因愛生 這個欲望是因為愛而產生的 命是什麼 命是生命 我們這個生命是欲望而有的 所以說有欲望就有生命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什麼也不想吃啦 也不想玩啦 那什麼也不想啦 那還有生命嗎 那就快死了對不對 可以死了簡單來說可以死了 所以說通常是生命很旺盛的人 就欲望很強嘛對不對 那如果說老了大概就沒什麼欲望 那生命也沒有什麼的希望 那這樣的話如何才可能有欲望 但是但是就是說這個欲望不影響到生命 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沒有欲望的話 那大概也沒有所謂的生命的話 那這個是我們所希望的嗎 就是因此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如何的去主導 或我們導正這個欲望的存在 而意思就是說它可以不是盲目的 而是一個有正面的說法 所以關於快樂其實也有這個說法 各位有讀過孟子嗎 讀樂樂不如眾樂樂 有沒有 那是孟子對於梁慧王的一個引導啊 因為梁慧王他怎麼說寡人有疾嘛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就好色 然後還有好很多的欲望 因此他跟他說一個人就不如大家一起快樂 要推幾級人要推廣 那就把這個欲望往正面來理解的話 而對於生命有更多的一個正面的一個建樹 眾生因為愛他自己的生命 最後就是會還一欲本 意思就是說最後還是依著欲望作為它的根本 這就是一個道理的所在 眾生愛命還一欲本 也就是最後依於欲望為生命的根本 那這個地方一方面是要肯定欲望是生命之本 有沒有 肯定這個欲望為生命之本 所以跟這個欺愛樂舌還之愛本 這個就是以愛為生命之本 這個是以欲望為生命之本 然後差別在哪裡呢 這裡是欺愛樂舌 把這個個人的主觀的愛樂於捨棄的話 最後還是只講這個以愛為本 了解嗎 然後這裡眾生是以生命為愛 最後就是還是依於欲望為生命的根本 那層次有不同的 其實層次有不同 但是相同之處就是皆有肯定 藉由肯定的話 藉由肯定的話 那我們意思就是說 要如何去轉化生命 是這個改變輪迴一個重要的一個道理 所以菩薩道精神有沒有否定生死 其實是沒有 反而是要投入 因為要投入的話 那我們有兩個關鍵要注意 所以跟凡夫的依於欲本不同 了解嗎 也跟修行人還之愛本有所不同 所以這裡有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個是凡夫的生命是愛自己的生命 所以欲望的滿足就是他們的所依 了解嗎 凡夫離開了欲望的滿足就失去他的生命了 那修行人呢 修行人要懂得修行的話 就是把這個自愛要拋棄 而且樂於這個捨棄的話 他有沒有一個生命的所益啊 有啊 他更愛高於這個所謂的自愛的話 其實還是以愛為本啊 以愛為本 所以說我們來看前面這個地方 先從這個地方來看 愛欲為因愛命為果 合以為因就是愛為欲 所以是因 愛是命所以為果 所以呢 欲是因命是果 都是愛的關係 了解嗎 然後因為這個欲望的一個 這個欲望的境界會有 有為根順的不同的一個心情的反應 然後呢 假如這個欲望之境 違背了我們的愛心 我們心中就會有 憎恨跟嫉妒不同的一個情緒發生 所以呢 就會造種種的 種種的 惡業 種種的惡業的結果 我們就會 就會有地獄、惡鬼、三惡道的產生 因此啊 這個欲望 是好的還是不好啊 這個時候我們就覺得欲望是可厭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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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是反而喜歡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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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業之道 就是 惡業之道 就是 就是 不好的結果 我們就討厭它 所以呢 舍惡要善 我們把欲望 這些不好的東西 放棄了 追求 善業之道的話 那我們 本來是地獄、惡鬼 又變回天人了 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 輪迴的結果 那這樣一個輪迴結果 它是否都在一個相對當中 有所謂的 善惡的不同 來追求 只不過 有不同的層次 凡夫就是以善樂為 為什麼 為好 為善 追求對不對 因為 以善樂為主的話 可能造了惡業 那麼修行人覺得造惡業不好 因此就是說 善樂之欲不好 因此他就要修行 可是 背後的理由 還是因為 愛自己的關係 各位了解嗎 愛自己的關係 所以 修行跟不修行 最後都是在六道當中 輪迴 不修行 那就是成為什麼 善惡道 那修行呢 就浮現天人 善道 那見的話 在善惡當中 不斷的往返 就叫輪迴 對不對 因此 因此 這裡說了 知道諸愛可厭無故 因此欺愛樂捨 把這個 愛行善 這個 都樂捨的話 最後他追求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是仁天 這結果 只是一個真善善果而已 也就是他人升天 然後呢 就是離開玉界 玉界 然後升到 色界 無色界來了 那請問 能夠離開玉界 到了色界 無色界 算不算脫離輪迴啊 不能夠算成聖道嗎 那我們說了 能夠到三界的色界 無色界 已經離開玉界 都不能夠修成這個聖道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還在愛中 你了解嗎 也是在慾中啊 只是所慾的不同而已 凡夫之慾就是 就是什麼 凡夫之慾就是 還設明利稅 那些很粗重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修行人 就是 也還是因為自愛的關係 修到天界的福報了 所以說是 是一個相對當中的一個取捨而已啊 你愛三中經 他愛什麼 鬧失中的繁華 有沒有差別 境界有差別 有不同 一動一進對不對 但是 各有所好啊 春 春藍秋菊 有沒有不同 如果沒有不同 就是因為各善其美啦 就是楊貴妃也是很美 雖然肥一點對不對 雖然肥一點對不對 西施可能因為彭新 還說她很美 那怎麼意思呢 大家的神美眼光不同啦 所以說 這裏說的輪迴其實就是沒有 沒有看懂了這個 情愛的 欲望的一個 才是輪迴的根本啦 那所以說沒有在 情愛跟欲望有更多的一個觀察的話 那都在相對當中執著 並不是因為 相對的世界的問題 而是主觀的心情沒有清楚的結果 各位了解嗎 所以有人愛打麻將 有人愛靜坐 那就完全靜這個說法來說 沒有差別 都因為愛了解嗎 那是不是也是因為欲望啊 有愛就有欲望嘛對不對 或有欲望有愛 那欲望就是 你到底想要 打麻將多還是打坐多啊 欲望嘛齁 再來呢 那欲望背後就是因為有愛嘛 了解嗎 追求不同 但是那個 愛的心 欲望的心 本質是一樣的 那這樣的話 凡夫 固然是凡夫 固然是凡夫 那修行人其實也是凡夫心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主觀的一個 這個情愛跟欲望的關係 那既然問說了這個主觀的情愛 欲望要怎麼理解呢 那我們題目開始就是說 斷貪 斷了這個貪 斷了這個貪 除這個愛 了解嗎 那因此 你這個欲望 是不是貪 是很重要 了解嗎 然後這個愛 其實就是自愛了 自我的意思 就是這個愛 不管是打坐也好 打麻將也好 都從自我出發的話 本質沒有不同 本質沒有不同的話 那不因為你 不因為你打坐就比較什麼 比較高級 那我們以為打坐比較高級的話 那高估了自己的什麼 境界 高估自己的境界 意思就是說 自己沒有發心的話 那 那做什麼都不對 可以了解嗎 自己沒發心 做什麼都不對 那如果你有發心 做什麼都對 可以嗎 為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你不是為自己的話 然後 然後 你打 打麻將是什麼 是為了陪媽媽 就是對不對 那就變成對了 那就變成對了 那如果 如果你為了自己的話 那你說 我不陪你啦 你那個很用俗的 我要去打坐 對不對 這樣會不會比較高級一點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你這個時間 你要來這裡上課 還是在家裡陪媽媽聊天呢 有可能會成為那麼壓力喔 修行就是在這裡 就變成是修行的 考驗在家裡 那來這裡上課是給自己修行 但是在家裡要照顧小孩 來照顧媽媽的話 會不會也等於修行呢 你要取捨的話 那這裡就看各種的環境的決定 要看環境做決定 對不對 要看自己的取捨做決定 那所以 這個地方 就考驗我們 我們的程度 那稱為什麼 斷貪除愛 那這四個字 其實就是要檢查自己的用心 是否 貪心 貪心其實就是煩惱啦 所以說是否藉這個機會 能夠理解自己的煩惱 能夠面對這個煩惱 而除了這個煩惱 了解嗎 未必能做到結果就是 能斷啦 但是你能夠理解到他的問題的話 就不容易啦 所以說 修行 修行是更考驗我們背後 那個所謂的 止觀 這裡 要人止 也能夠觀 才能夠 談到 知道 知道煩惱 的存在 才可能進一步講 那麼 一個斷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更 後面的還有一個 那個所謂的愛心呢 到底愛心對不對 愛心 佛法不講愛心 佛法講慈悲 所以慈悲其實就是愛心 那講慈悲很高級 但是講愛心的話好像很世俗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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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夫而言 凡夫而言 也不講愛心 凡夫講什麼 凡夫什麼都不講 凡夫是處在無明當中 了解嗎 然後 所以無明跟愛心跟慈悲 是不是同一個東西啊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慈悲 跟無明 跟愛心 如果是同一個東西 如果是同一個東西 你認為什麼東西 如果是相同沒有不同 會是什麼 就是空性 慈悲是空的 無明是空的 對不對 愛心呢 也是空的 所以是同一個東西 唯有同一個東西 所以說才可能 才可能什麼 轉煩為聖嘛 對不對 才有修行的可能 才有修行的可能 所以修行的結果就是 煩而不煩 煩 煩而非煩 可以嗎 如果煩依然是煩的話 那不就是原地踏步嗎 沒有進步的可能 但是進步又變成聖人的話 那你就覺得 你很有愛心喔 不是愛心 我很有慈悲喔 有沒有人接種人啊 自稱說我是個大慈悲人 你看多大多慈悲 有那麼的騷張嗎 那不知謙虛嘛 對 那不要臉啊 自己說 標榜吹噓自己 沒有這種事情吧 應該有吧 真的啊 真的是 不知所云 那真是的 所以說 這個就沒有空了 了解嗎 如果說這樣就沒有空 所以修行越好的話 應該是跟大家越相才對啊 很奇怪喔 修行越好要跟大家越相 修行過程當中 當然就是說 有一點與眾不同 對不對 可是你修到最高的時候 就是說 就是說為我獨尊 不然就唯我獨尊 不然就唯我獨尊 就怎麼辦 那唯我獨尊就變成東方不敗 唯我獨尊 那就是屈原 你要當屈原還是要當東方不敗 那都不要當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就是 沒有聖人這種東西可以嗎 沒有聖人這樣 沒有 高高在上 在佛爺這種事情可以嗎 那是對誰說呢 對修了很好的人來說了解 對我們還沒有到達那個境界的話 我們就是說 高三養子 然後呢 有一個榜樣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楷模 我們要學佛 要成佛 那因此 不就是 有很多的考驗嗎 對不對 那我一個人在說 說這個道理 底下好多人聽我講一個說法的話 會不會執著啊 會啊 一定會有執著 所以 法不可說 說了立刻要拆掉它了解嗎 就是 一直說一直拆啊 這個才是法的本質 那因為這樣的話 這個地方 就從 凡夫而言就是 斷貪除愛 了解 就是把自己的煩惱 跟自己的一個自我 都認真面對 叫斷貪 除愛 愛是我們 自以為我的所在 事實上有沒有人不愛 有沒有人 不愛自己的 沒有啊 每個人都愛啊對不對 這隻老鼠 花鼠找不到 終於要找到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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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就是 剛剛說到這個地方 是嗎 由於 所以說我們是 是在相對當中 然後 有 有 有愛 因此啊 有慾有愛 不管是凡夫或修行人 都在相對的話 於是我們難免相對的結果 然後我們就因此不斷的 嗯 因此而墮落 然後從墮落當中 我們又知道修行 要回到 回到一個更好的環境 所謂的天人 天人又 又會墮落的話 這就是稱之為輪迴 那各位知道 在輪迴當中 就沒辦法去 逃走了 對不對 能不能理解 剛剛所說的 一直說到 這個 這些輪迴故不曾盛道 就 說明了我們 沒辦法 脫離輪迴的理由 是什麼 就是說 我們沒有 在貪欲 的面對當中 了解 問題 所以修行就是要斷 除貪欲 以及斷除 對於愛的一個可望 追求 那所謂 除愛可 就是 我們對於自我之愛 都有一種可望 可望之求 這個愛 這個愛是愛自己的渴望 這個愛是愛自己的渴望 愛自己的渴望 然後 也從別人身上追求 要獲得 對於愛自己的滿足 所以 生命是有一種 追求 就是各種 人際關係 或物我關係當中 達到一種 一種 愛自己的滿足 也就是肯定自己 然後 自己獲得世界的接受接納 然後就覺得幸福快樂美滿 這就是愛可 那凡夫 凡夫會追求什麼 追求環境的美滿 那當然就是景欲美食 對不對 安居樂業 然後有一個幸福的家 有聽話的小孩 有愛自己的什麼 什麼 老公還是老婆 就是有愛人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呢 這樣的話 生生世世 永不分離 這是不是貪心啊 很貪心嘛對不對 然後呢 貪心的背後 是因為對愛的渴望啊 那這樣的話 沒有斷除的話 要了脫生死 民族輪迴 不容易不可能 雖然是前面那段婚姻失敗 雖然是什麼 生在不幸福的家庭 但是希望可以獲得 那還會再追求 那什麼 那背後的理由就是 為了要滿足 對自我的一個成就 那有一個好好聽的名字 那有一個好好聽的名字 我剛剛說了 就叫做愛 稱為愛的話 算不算無名 是無名啊 那佛法如果這樣去否定它 反對它的話 那就變成是一個 一個一個什麼 斷滅嘛 斷滅 而生命其實是 其實是不能否定 否定這個 前面有提過一句話 就是 就是愛為根本的問題 了解嗎 我們可以用佛法來否定 愛為根本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用佛法來否定 欲望的 欲望的正面 然後呢 然後就斷情 絕愛的結果的話 生命可能因此而虛無 所以 這樣一說 前面一談到一個道理 斷滅除愛 應該不同一個層次嘛 對不對 它是斷那個 貪跟愛的一個執著而已 為什麼 它還有一個說法 因為就是 因為還有一個說法 在這個第三十階段 三男子 再來告訴我們一個新的道理 它每說一個三男子 就是表示要講一段話 那這段話就是說 菩薩之愛是不同的 因為菩薩變化萬千 有不同的身份 出現於世間 不是以愛為根本 它是以慈悲為本 了解嗎 那我就問你了 愛與慈悲有不同嗎 就本質而言 不過想想看 愛 以我為 核心 了解嗎 愛是有自我在裡面的 所以說 慈悲呢 慈悲呢 慈悲就是燒融自我 燒融自我 所以說 愛本身 是一個煩惱是因為自我 做事 但是那個自我其實是假的 那個自我就是 以貪為自我 以稱為自我 以吃為自我 所以 所以貪稱吃為自我 的愛的話 是自私的 然後菩薩的慈悲 就是能夠化解 貪稱吃三毒 因為貪稱吃三毒 不是我 它是空的 對不對 它是空的 所以我說了 愛凡夫 不以為錯誤 但是 但是佛法說 愛本身 其實就是無明 對不對 愛是無明 那無明怎麼可能是慈悲啊 你告訴我 也就是根本就沒愛這個東西 好不好 你以三毒為我 所以你覺得有愛啊 你在愛中 其實你在毒中 可以嗎 你覺得被愛包圍了 其實你就是中了滿滿的毒 而不自覺對不對 那其實也沒有無明這種東西 沒有三毒這個東西 沒有愛這個東西 那講慈悲可以嗎 那講慈悲是對菩薩說 你根本就不是菩薩的材料 不跟你講慈悲 跟你講什麼 愛心 你就很滿足了對不對 你就覺得很幸福了 講太高了 你反而不適應 所以呢 菩薩就用慈悲 本身是慈悲 但是為了對方 眾生要割捨這個三毒之愛 所以菩薩也假諸自己也很 很有愛心 你看呢 假諸貪欲不就是愛心嗎 你有沒有看懂那文字啊 這個貪欲就是愛心啊 然後呢出入生死來幫助你 對不對 那所以究竟誰度誰呢 不是有一個話嗎 是小孩來度父母還是 父母度小孩 搞不清楚啦 所以菩薩事事件說 因為自己的愛心的關係 希望你能夠把你的三毒 都能夠割捨 所以他自己假裝自己很有愛心 來愛你 可以嗎 見讀起來味道不一樣吧 我都把那些文字 顛倒過來使用對不對 因此啊 默示一切眾生能夠捨棄諸慾 以及能夠除去主觀的 主觀的真愛 真愛其實是說 是毫無分明的一種愛 也就是一種偏心的愛 那偏心的愛愛什麼 愛自己 那要怎麼 偏心的愛愛自己 那要把偏心的愛愛自己的心 都能夠除掉的話 那背後的理由就是說 斷的愛 除的愛 是這種偏心的愛 愛自己的愛 所以在這裡講慈悲 不說愛心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涌斷這個輪迴 然後呢 然後在清靜心中才可以獲得開悟 那這裡你們看到三男子啊 三十開始講了有一個菩薩的修行對不對 菩薩的修行 依然就是 依然就是 依然是什麼 有情啊 他雖然是非愛為本講慈悲 他有沒有情啊 有情啊 這個情叫什麼情啊 絕有情 了解嗎 這個有情叫做絕有情 是絕悟的有情 然後那些凡夫 凡夫有沒有情啊 也是有情 是什麼 不絕悟的有情 了解嗎 不絕悟的有情 迷於這個真愛 了解啦 這多了一個字 迷於這個真愛 就是有一個自我的怨恨心 主觀的心 在那邊有一種分別的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剛談到這個菩薩的一個 碎路生死 了解嗎 菩薩碎路生死 但是不被生死 所決定 被生死決定叫什麼 就叫輪迴 輪迴的意思就是說 不由自主 不能做決定 被他所推著走 這個叫做無名 就叫輪迴 而菩薩路生死的目的 就是為了度眾 那所以他度眾 背後的理由就是 有這個悲心大怨 可是為了度眾的關係 他也必須跟你一樣 就是在生死中 一起生活才可能達到目的 那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要路生死苦海來度眾來修行呢 第一個應該是因為他發願嘛對不對 那第二個我想啦 會不會我們是凡夫 所以我們也做不到 聖文的做法 這是我們所謂凡夫的方便道 菩薩道是凡夫的方便道 可以理解嗎 也是嘛 沒程度的人也可以用菩薩道來救濟一下嘛 不然修行只剩下一條路 出家才是最 最高的真理的話 那很多人就說 他不是出家的材料 那還要修行嗎 那就不用修行了對不對 那就斷了很多什麼咧 很多我們這種叫做不定根 你知道嗎 他這裡不是說有幾種啊 你是聖文的材料嗎 不是嘛 你是原覺材料也不是嘛 其實我們甚至於 連菩薩的材料都不是你知道嗎 菩薩 菩薩也是很莊言偉大 我們可能是那種不定的咧 還有可能是那種外道的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都可以冒充為什麼 菩薩 不是冒充啊 我們都可以試試看 做做看這個菩薩對不對 所以這個菩薩倒是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 那 那差不多時間了 後面講的我們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談這個二仗 以及大怨 其實今天的東西不多 各位知道嗎 不多 但是 就是要自己想清楚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好 我們剛剛發了一張 不急於今天啦 各位可以 可以去做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 我也做了好幾次啦 所以 這個是答案 我看看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 第四講的時候 我們讀了一段話 絕原民故顯心清淨 心清淨故建成清淨 這個是一個總綱 他說明覺悟的時候 是因為心 因為覺悟了 原民的關係 心就因此清淨 心清淨就是看到的世界清淨 看到世界清淨 他還繼續說 看到的世界清淨 表示你的眼根清淨 你眼根清淨 表示你的眼視清淨 你眼視清淨 代表你耳朵聽到的世界清淨 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這句話 文成清淨 如果你這個道理都不懂的話 他還有底下一個是耳根清淨的道理 有沒有 你照抄 你照抄的話 我把那個文章 第四個嘛對不對 第四個我們來看看 因為你做過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呢 這個很重要嗎 這個叫做訊息 聽我說不如你自己做一次 你做一次你就覺悟了 你相信嗎 你不相信 不相信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可以什麼 可以證明的 什麼證明呢 你要覺悟就證明了 你覺悟的時候 如果你一直不覺悟呢 那就一直在做好了 這個表格可以在做 剛剛說過 因為有同學新來 這兩個是多餘的 我把它劃掉 了解嗎 經文多掉的 多出來的 我把它劃掉 然後呢 但是因為我們繼續上課 我就不改它的標目了 那個那個數目字不會改它 然後剛剛不是在這裡嗎 絕緣明故 顯心清淨 心淨進故 見成清淨對不對 然後呢 那就是五六七八九 我們說 七八九 了解嗎 然後呢 這個十 十一 十二 照抄 照抄一次 什麼意思啊 那就是說 練習 練習 或照著有一個 課本 這個都是照抄嘛 五六對不對 七八九 是不是已經寫了 然後呢 十十一 十二對不對 照抄而已啊 你知道那個規格嗎 我們上次講過了 我們上次講過了 然後呢 十三 那就是後面的 後面的這四個 要我們自己去填 了解嗎 其實要怎麼填呢 這個大方格 都不用操心 就照著寫而已 清淨因故 這裡清淨 要寫的是這個掃空格 那怎麼寫啊 那就是根據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有沒有 有 我為什麼不給他填進去 我要你自己抄啊 對不對 這個也是照抄 可以嗎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照抄 後面只有博士啦 後面就是要自己給他的 你能夠給出答案來 表示你懂這個道理 你很快就給答案的話 表示你能用這個指觀功夫來觀了 別人的指觀是 是在打坐當中 用一根來指觀對不對 我的指觀方法給各位 練習是用我們的筆來指觀一下 你的筆來指觀 要不要用你的一根來運作 要不要用你的眼根來看 那這樣的話 這個方法是被 是我們比較笨拙的凡夫 可以用嘛對不對 懂不懂 懂的話 現在不急於做完 你下一次來 我給你一個標準答案好不好 不是標準答案 應該說是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 然後呢 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不是我一個人做決定 我們一起做決定 我們一起做決定 你為什麼做得跟我不一樣 你為什麼做得跟我不一樣 我剛剛說了 這個掩飾清淨 這個應該是掩飾嗎 沒錯吧 掩飾清淨為什麼文成清淨 就是說 聽到的深層的世界是清淨 可見六根互用 對 而且六根非色法是心法 你看 因為這個見成就是見的世界是清淨 代表的是眼跟清淨 是不是 那眼跟清淨代表了就是眼視 眼視是心啊 因為眼視背後就是意識 可以嗎 眼非眼啊 而是意啊 所以這個是眼視對不對 眼視清淨的話 你耳根所聽聞的深層世界 也一樣清淨 那就是說眼視跟這個文成相通了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這個視會是什麼視啊 耳視了解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是耳根嘛 就是耳視喔 這是文 我耳聞 所以是秀塵對不對 秀塵是鼻子所秀的香塵 是清淨的 接下來呢 再來就是這個視是鼻視 鼻視是長塵 這個是舌視 舌視是促塵 出塵這個是生視 是法塵 法塵是一根 一根是六塵 到這裡來說 欸 憑什麼塵六塵 自己想一想 好不好 所以說 答案暴露太久了 已經把答案給了 謝題之一 知道那個關鍵嗎 你懂這個關鍵 你知道了 六根清淨 一切清淨 而且是 眼視清淨就文成清淨 對不對 耳視清淨呢 就是 秀塵清淨 我 用我的 思維 就可以把這個答案定住 了解嗎 這個是可以做得到的 越熟越能夠做得到 但是這個道理你不通的話 你就讀不懂那個 義父如是 那句話的意思了 如是乃至 鼻舌生意 義父如是 你就見念過 不管他的內容嗎 可以見嗎 了解嗎 那怎麼去 去把這個義父如是做出來 就剛剛所說的表格 再來呢 這裡也有一個 義父如是對不對 比較好做的 就是根據他的一個標準 這個深層 深層清淨對不對 然後呢 把這個義父如是做出來 是比較簡單 上面那個比較難 然後這裡也有義父如是 這裡也是義父如是二十一 其實這個地方也是義父如是的意思 所以說 就是全部清淨的道理 為什麼都是從六根清淨開始談起 那你要這個道理懂的話 那圓絕經就好懂了 所謂的清淨從我們這個六根來理解 就是身心世界的理解 所以一個身心世界 身心世界清淨 就多個身心世界清淨 就是自己的身心世界清淨 就是自己的身心世界清淨 所以你會不會出來 可以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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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文字而已 所以這一個地方很重要 然後要回到我們今天上課的部分 二章就是那個 理章跟事章的問題 理章是 理章是所知章 也就是觀念 然後四章是 煩惱 煩惱障礙 那聖言法師有提到職業的問題 然後還有暴障的問題 就是身口義 我們這個夜暴之身 等一個障礙的問題 我們也從經文來開始 就是 一切眾生有本貪欲 就是說 由於本著於貪欲的關係 就發揮無明 發揮無明什麼意思 是說 在十二因緣生死當中流浪的意思 所謂的無明的發揮 那就是變成十二因緣的結果了 也就是生死中流浪 因此就有五種不等的一個差別的結果 也就是自己 所謂的自己 所謂的自我 就落在這五種差別不等的當中 可以嗎? 意思是說 因為每個人的貪心不同啊 剛剛說了 慈悲算不算貪心呢? 慈悲不應該是貪心 但是有些人叫假慈悲啊 那為什麼叫假慈悲 冒充的 為什麼叫冒充呢? 貪圖慈悲的美名啊 或誤以為自己慈悲會不會 已經講過 無明跟情愛跟慈悲 會不會是同一個東西啊? 有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也可能是誤入歧途 也可能是假冒聖人 所以說 它都說菩薩可以假借這個貪欲入生死了 那既然假借貪欲 那它是真貪欲嗎? 沒有 那就不是真貪欲啊 它已經說明是假的啦 假借的意思啊 所以這裡真不是真假不是假好不好 所以這裡是說 不是慈悲就好 愛情愛是不好 沒有那麼的絕對性的說法 因為你要有圓絕啊 你要有圓滿的覺悟 真非真假非假 可以嗎? 那所以說 一切眾生有本貪欲 既然說一切眾生這裡有凡夫 也有修行人 也有菩薩 對不對? 也就是本於他們自以為的愛心就好了 可以嗎? 自以為的愛心 那凡夫說的愛心絕對是貪欲啊 同不同意? 凡夫的愛心 但是菩薩的愛心到底是無名還是慈悲呢? 就有爭議了 他自己才有資格說話 別人說他都是說三道四嘛 可以嗎? 譬如說有一個人人之士 他說為了國為了家 所以他要刺殺這個秦始王 你說他是異士還是恐怖分子? 千年之後我們說他是異士 當時秦始王說他是恐怖分子 有沒有道理? 所以你說你是什麼跟什麼 要怎麼去評論? 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說你要去推翻美國 建立正義之邦 所以你自封為超人一號 可不可以? 那我以佛教徒來說 你到底是恐怖分子還是菩薩? 都是多餘的 都不是啦 這些話都多餘多 沒有什麼 所以說我們現在見說 都可以談少奉生嘛 但我把現實問題拉進來談的話 你就不敢說話了 了解嗎? 因為跟現實太敏感的話 這個詩有掛礙的 所以那些名詞 所謂的慈悲 所謂的情愛 所謂的無名 有那麼絕對嗎? 沒有那麼絕對 你要了解這一點 覺悟的話 才是真理 沒覺悟以前 這些都是方便於 所以建議說你是菩薩嗎? 可能是假的菩薩 冒充的菩薩 也可能是不知死活的菩薩 對不對? 那很難說 因此啊 一切眾生就包括了菩薩 也包括凡夫 然後呢 他 就是有趣了 有本貪欲嘛 我不管你那些什麼神聖的東西 還是平凡的東西 我都當作是貪欲 這會不會比較保險? 這比較保險 這比較保險的理由在哪裡啊? 不要那麼自滿 好不好? 為什麼叫不要自滿? 不要假正經 不要打神聖的名義 以為呢 我們就說 聽你就對了 了解嗎? 這個時代 都是打著 你看啊 我們說美國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美國人都說他是正義之兵 只要他出師 出師啊 這個啊 去打仗 都是說 都是 對的 對不對? 欸 我為什麼要聽你 聽你鬼扯? 有沒有道理? 然後呢 真理在哪裡? 不是你一個人說的算數啊 可是你打著神聖的名號的話 我們都要應該要支持你的話 這個 這個會不會太自大? 欸 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 菩薩 菩薩是 也是個神聖的名稱啊 那只有宗教而言的話 你看看 基督徒會聽佛教鬼扯嗎? 只有佛教聽佛教鬼扯 佛教徒會聽基督徒鬼扯嗎? 不會 不會 因為那是不同道 不同道的話 道不同不相為謀 那這個地方就是那麼有趣的 所謂的正義 會不會是個相對性的東西 因此啊 一切眾生 不管你是誰啦 你是菩薩也好 都是本於貪酌貪欲的結果 只是發揮無明 我們也可以見說 你都在十二因緣的生死當中流浪而已 因此 就有五種的差別 不等的結果啦 就不同的自己 那到底是 是身文 還是遠覺 還是菩薩 還是不定 還是什麼 還是外道 都很難說 可是 也是因為有兩種 理由 影響到我們有程度不同的結果 深淺是程度 深淺是程度 修行程度的深淺不同 就是二障就是理障就是四障 理障就是障礙我們的知見 正知見 那麼四障就妨礙我們的一個生死 妨礙我們生死 其實就是說 我們會在生死當中遭遇障礙 也就是起了煩惱 因此什麼叫做五性 五性前面的第十個開始 就談這個未成佛 未成佛者凡夫也 因為 因為 因為凡夫是二障都沒有除掉 的關係 再來 再來就是 聲文 聲文是二 原決是三 就是第十二端的那個後面有這兩個 有沒有 然後我們是把它當作二跟三 聲文 他們就是除了四障 但是沒有除沒有斷法障 那個理障其實就是法質 法質也是法的障礙 因此他們是把那個理那個法當作真實 意思是說修行是真還是假的 真的假的都是假的 可以嗎 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 不管你說真的假的都是假的 你有沒有聽懂 那可是凡夫不能見理解的 凡夫說真的就 真的就不會假假的就不會真 真假是相對互相矛盾的 不能同時成立的對不對 那見的話沒有原決 圓滿的覺悟就是說 不管你說真的 不管你說假的都不要當真 這叫原決 為什麼實際人說呢 破除我們在兩段當中的執著 聽到這裡應該懂吧 因為我們已經講到第六講了 如果有這個道理的話 我們讀這個經文會比較通 那我這個說法 你懂了以後多聽幾次 用這個觀念來理解的話 你就明白這個經典的意思 就是剛剛說到聲文原決 然後他們是斷這個煩惱 但是他把斷煩惱當真 就變成一個理障對不對 斷煩惱當真 然後就變成一個道理來理解 製作於道理 所以他們會說無常無我 既然是無常無我 那還需要再說無常無我為真理嗎 對不對 說無常無我 就已經是真理了 已經正入真理 就不需要再提無常無我 可見 提無常無我 是作為一個法來斷煩惱 你知道怎麼 然後正入這個法 就已經斷了煩惱 而且連這個法的名 都應該要超越 才叫做正無常無我 可是停留在無常無我 這個法的理解當中的話 那就叫做法制 可是因為有法的堅持 才會有法的執著 沒有法的堅持 何來法的執著 所以法的堅持 跟法的執著 是同一個東西 覺悟的話 就叫做空性 無法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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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正物的境界 而不是個說法的境界 說法的境界可說 正物的境界不可說 所以說真正的境界是法不可說 對不對 那這個道理就是我們講到 為摩羯經的時候 法不可說的時候 他所標榜的那個道理 所以沒有斷這個理藏 就是以法為執著 那這個是十二 十三又是來個善男子 對不對 十三這告訴我們 說到菩薩的修行 菩薩修行就是二張以佛 有沒有看到那個佛字 然後跟那個二聖的不同 就是二張以佛 佛的意思是什麼 佛到底有沒有 只是把它壓下去 對不對 那跟佛 佛有什麼不同 佛就是斷了 然後二聖只是斷了一個而已 看懂嗎 二聖斷了那個四障 沒有斷那個理障 然後菩薩是佛了二障 佛的意思就是二障 不起作用的意思 那所謂佛而不斷 主要因為他入生死苦海 入生死苦海 有沒有煩惱 有煩惱的話 要克服他 所以叫佛 要克服他 如果斷掉的話 就沒有克服的問題了 就叫什麼呢 已經是脫離了 那佛呢 佛就已經全部都斷掉了 他就說了 四禮二障以永斷滅 就成佛了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所以 菩薩跟佛的差別就是說 佛已斷二障 而菩薩只是服而不斷 服而不斷 可能是故意的 他可能不要斷 他只要服他就好了 意思是說保留著 那為什麼 因為他要入生死苦海 去度眾 那見的話 菩薩是第幾種啊 第五性是 第三而已 第三啊 身文原覺菩薩 凡夫不算 我們提過了 凡夫還沒修行 第二個 如果凡夫一旦修行 一定走上身文原覺菩薩 或後面說的外道 或不定 現在說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 從十八個開始 十七又三男子 就說第四 第四種啊 一切眾生 都能夠正原覺的話 其實這一切眾生 包括 包括凡夫 也包括了 身文原覺菩薩 了解嗎 還沒成功以前 還沒有斷 那個所謂二障以前 都不算數 對不對 都不算數 那所以說 他會遇到教導他的善知識 也依他們所教的 因地法行 然後呢 那個時候他們才開始修行 修行的結果 就會有 頓跟劍的不同 頓法就是利根 劍法就是頓根 頓就是持頓的頓 有 有 那因此是不是有 有不同的結果 這個不同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 遇到的是善知識 是什麼 是有程度的人 但是自己程度不好 對不對 所以說 這人的話就是 很難說 很難說 這個 道理了 但是 無論如何 無論頓根 或 這個無論是利根或頓根 然後呢 根無大小的不同 利根頓根的不同 可是都可以成佛 這個就叫什麼 這個就叫做不定 不定就是沒有絕對的 要看你遇到誰 對不對 看到的是十八個 這裡說 遇到的善知識是誰 又要看看你自己本身的 一個什麼程度是誰 所以這就沒有絕對 可是雖然說沒有絕對 但是你還是沒有問題 可以成佛 這個是可以成佛 菩薩可以成佛 那身文可以成佛嗎 稱文如果要成佛 必須回首轉大嗎 他必須發菩提心 那這個是 如果他不回首轉大的話 只有不可能 打個比喻來說 有人在深山裡面修行 有人在深山裡面修行 可是他都說 一出來就很煩了 所以還是回到山裡面 比較清淨 那見的話 見的話他沒有 他從來都不發心去度眾 他只想躲在山裡面 他會成佛嗎 就不會了 了解嗎 他必須發心出來度眾才行 那可能某個時候需要住在山裡 可是他中必要發心 才可以成那個所謂的真正的佛果 再來這個就是外道 眾生需求善有 可是遇到邪見 邪見就是外道 然後就沒有得到正確的覺悟 這個就是外道總性 這是第幾個 所以這裡說了五種不同的所謂的種性差別 這裡說眾生 還沒有成佛以前都稱為眾生 身文也是眾生 凡夫也是眾生 菩薩也是眾生 外道也是眾生 既然如此有五種差別 可是這裡沒有否定他們能夠成佛 知道嗎 但是雖然都能成佛 但是就差別而言就有五個不同的結果 他用種性來說明它 那所以這裡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就是悲心大怨 所以說它第三個題目就叫做悲怨 就是用大悲 菩薩唯以大悲方便入諸世間 那麼要依著這個 稱為親近願力而來的結果 入世間入生死苦海 然後要覺悟成佛 他就是視現種種種的形象 力順不同的境界 都能夠與其同事 就跟他同時做一件事情 化令眾生成佛 那沒有這個親近願力是不可能的 那為什麼願力還加個親近 有不親近的願力嗎 要自己去思考一下自己的願力是否親近 例如說希望老公回頭不要再跟嫂三在一起吃素一個月 有效嗎 沒有效 除了清理肠胃有效以外 其餘的或省一點錢以外 不過有些時候吃素很貴 沒省到錢 然後呢 這個願力不夠親近你知道嗎 因為你有一個月的期限 萬一超過這個一個月都沒回來 你不是退心了嗎 就是不親近 所以說要修行要發願 但是願可能不夠親近 就是有動機啦 動機不良會不會 以上所說的動機為什麼會不良呢 因為決定權不在你自己 是他自己有主動權 然後這裡有一個正上心 各位有沒有看到 正上心什麼意思啊 正上心我的理解就是開胃菜 就是不是主餐啦 吃那個開胃菜可以吃飽嗎 不能吃飽 但是很多會胃酸過度 因為通常又甜又酸 讓你吃雞你的胃意幫助燒化 那正餐啊 要有正餐了解嗎 這個正上力不是正餐 是開胃菜 那因此 發這個親近大願 親近大願就是開胃菜了解嗎 可以理解嗎 因為願望 有願望的關係 會讓我們更精進更努力 所以會幫助一件事情 能夠增長它的一個成功的希望 那心裡就有一種真上的一個感覺 就是可以增加它的一個成功的希望 所以懂得發願很重要 那這個發願其實心中要有一個心願 這個心願有沒有具體內容 有 有 上來就是說這個 所以要告訴各位 第四點 這就是願應做誓言 這就是這個 這個符號啊 表示這個願望的所在 願我盡者 就是希望我現在能夠安住在佛的原覺 原覺的境界中 什麼叫原覺 就是佛的圓滿的覺悟 圓滿的覺悟就是不要執著於一端 不要偏面 剛剛說的 真的是假的 假的也是假的 這個真的假的 本身都是假 是來讓我們不要執著於一端的意思 然後呢 第一個就是要按住佛的原覺 境界中 不在兩端的妄想 不要胡思亂想 第二個要求善知識 求的意思就是祈求有善有的出現 來幫助自己 因為讀學無有 然後因為沒有老師不能學到 師所以傳到授業解惑對不對 有者所以賦人 所以要求 求就是祈求 心中祈禱 這意思 還有呢 就不要遇到外道 不要遇到二聖 外道外聖都是二之士 就是損有 損有就是說 不要在一起 他要求的是不要在一起 因為在一起就是 就是一起學習 那如果說跟一友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有所以輔人 然後互相切縮就不會讀學 那遇到 所以說遇到朋友的話 那應該言要幾億嘛對不對 那言不幾億的 那叫做二之士 就叫損有 這個道理 論語講很多耶 論語講很多交友之道 就是做朋友的道理 不過他程度不如你 他也沒有你勤勞 你就把他當作二之士 要把他摒棄的話 你只要什麼見嫌思奇 你不願意與人同流合污 那會不會也失去了什麼平等心 也沒有慈悲心啊 對啊 所以說面對二之士 要怎麼心情比較好呢 那就是要有菩薩的心情對不對 要幫助他 但是不能夠跟他看齊 這也就是度眾的所在了 所以陸生死苦海有兩個理由 一個就是學習善法 一個就是幫助別人 那有沒有衝突啊 是沒衝突 但做起來不容易做 所以要發大怨對不對 不發大怨的話 人都會懶惰 然後都會跟著世界在跑 最後就是出來太久了 忘了回家 家在哪裡 家在哪裡 你不知道 那叫流浪 流浪 流浪好不好玩 很好玩喔 有人說不好玩 好玩不好玩 就看你有沒有玩心 然後呢 愛玩的人 就愛流浪啊對不對 那不愛的話 那就是要問說 家鄉在哪裡 因此啊 因此啊 依著大怨而修行 就沒錯了 同時 建斷租障 主要的是說 各種的障礙 煩惱 是可以嗎 所以說 世尊 再說一次 讓大家更清楚 彌勒菩薩 你知不知道 一切眾生 之所以不得大解脫 是因爲什麼 是因爲心中有貪欲 那我們剛剛說過了 貪欲本質就是無明 但是它也可能 化身爲神聖的世界 而且 例如 例如 例如愛心 例如 慈悲 也許也是 貪欲所呈現的 這個 可能我們不容易 不容易了解 所以 也會墮落 墮落於生死當中 有人貪圖慈悲的美名 對不對 有人貪圖愛心的美名 因爲這樣的話 比 處在無明 而不知無明的人 會不會更 更有犯罪感 嗯 不知道者不罪嘛 對不對 嗯 但是知道的話 就罪名更重啦 那爲什麼 還有人去 去 犯這個罪過呢 一個是無知 各位了解嗎 一個是無知 一個是 刻意有為的 所以說 這個地方 就是要知道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就是 看懂了 是否 在這個地方 叫做 貪欲 要什麼 修行就在這個地方 要誠實 要面對的問題 能夠斷除 真愛 主觀的愛 叫真愛 然後 這個有 有真的意思 就是厭惡啦 然後有厭惡就是有一種喜歡 主觀 所以說 這是 這種 自我 要斷除 以及 那個 三毒 要斷除 三毒是煩惱 但是 我們看不懂 自己的真愛 比較多 前面說的 藉由 藉由 藍玉固 就是說這個 藍層次 是說這個層次 斷了這個層次以後 還要再斷主觀的自我 有看懂嗎 看懂 看懂 藍層次就不容易了 對不對 再看懂自己 就更不容易 所以 所以 能夠 都看懂了 就不因為你的 五心的差別 五心差別 就是 就是 你是聖文也可以成佛道 你是菩薩也是成佛道 是外道也可以成佛道嗎 欸 這裡也承認成佛道 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 關鍵在哪裡啊 關鍵在這兩個地方 面對自己 以及面對自己的煩惱 了解嗎 關鍵還在於 自我 自我的面對 面對自 你以為你是很蠻博愛 對不對 很公正 其實你都很主觀 然後呢 有自己的成見 有自己的偏好 以及 自己的煩惱 然後你都默示他們 那因此啊 你打著 菩薩的名號 你會成佛嗎 為什麼還不能成佛 明明是菩薩 做的都是菩薩的作為 但是 用心不同嘛 所以 要面對自己 真正的自己 是否主觀的真愛 以及自己的煩惱的世界 有所處理 等到我們的二章 所謂里章四章 永遠都燒滅以後 也求得明師指導 得到證物的時候 然後呢 也隨順著我們菩薩的大願 的話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直在大裂盘 而解脫了 所以 這裡 就有好多條件 了解嗎 好多條件要滿足 這個就所謂的方便 這些 這些條件 是否有一個次第呢 可能有 但是也未必是那麼絕對 十方諸菩薩 都是因為大悲願的關係 視線 進入生死苦海 的努力 所以說 這是菩薩的修行的道理 這個菩薩修行的道理 就是 給予我們現在的修行人 以及末世眾生 想要修行的話 要注意這個問題 請斷諸愛見 便歸大圓絕 所謂的諸愛見 諸愛見就是 前面所說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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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慾望 跟那個 情愛 其實 甚至於 菩薩的慈悲 也許 也可以歸為 愛見之一 你 你打著 菩薩名號 以為慈悲 也許是 諸愛見的化身而已 會不會 會不會 那能夠見理解的話 那就是 凡與慎 都不執著的話 才真正的叫做大圓絕 那 大概是 這樣 好懂嗎 好懂 好懂 好 看看 我有一個 兩分鐘的 看能不能看 我選一個給各位看 其實兩分鐘而已 一直以來 保護孩子就是母親的天性 而這種天性 在動物身上卻尤為明顯 比如 剛生完小貓的貓媽媽 會自然而然對孩子產生固在心裡 恨不得時時刻刻都守在小貓身邊 如果我說 一隻流浪貓媽媽 主動把自己的孩子送給人來 你會相信嗎 不管你信不信 這件事都真實地發生了 大花是公園裡的流浪貓 與其他流浪貓不同的是 大花個性高冷 不會主動討好人來 加持他長得有點凶 眉雨間總透露出一股英智之氣 這讓公園裡的人 都對他敬而遠之 只有一位小哥 不嫌棄大花 每天都會來公園餵他 令人難過的是 不久之前 大花忽然消失了 小哥找了很久 始終一無所迫 萬萬沒想到 幾個月後 大花的身影 再次出現在公園裡 只是此時他的身邊 多了一隻小尾巴 一隻與大花有幾分神似的小奶貓 很明顯 這個小傢伙就是大花的孩子 原來他消失了那麼久 是去生小貓了 可是為什麼只剩一隻小貓了呢 看著眼前熟悉的小哥 大花依舊高冷 目不斜視地盯著他看 不時地低頭沉思 似乎有求於小哥 小哥覺得 大花似乎是想把小貓 托付給自己照顧 事實真的如此 當調皮的小奶貓 主動靠近小哥時 大花靜一點也不著急 只是那麼定定地看著 好心人 這是我的孩子 你能幫我照顧他嗎 我不希望他走我的老路 究竟發生了什麼 可以讓身為貓媽媽的大花 放棄自己的孩子呢 小哥猜測 估計是大花的其他孩子 遭遇了意外 讓他不確定自己能否保護好小貓 才會忍痛割愛 把僅剩的一隻小貓 送給自己 看著小哥把小貓抱進懷裡 大花深深地看了他們幾眼 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出到新家的小貓 一開始還是會想媽媽 總是叫個不停 但很快 他就適應了新家的節奏 和主人愉快地玩耍起來 小哥也在幾天後 利用幼鼓龍 抓住了大花 並帶他去寵物醫院做了絕育 然後把他放棄到了野外 對於已經具備了一定野性的流浪貓 絕育後放棄 比把他們關在室內更好 有人說大花是在報恩 寶打小哥餵養他的恩情 在我看來 貓媽媽的行為 確實含有報恩的成分 但更多的卻是 一位母親的無奈 身為流浪貓的他 深知流浪之苦 不想讓小貓變成曾經的自己 這就是 一隻貓媽媽的愛 為了孩子 可以捨棄一切的愛 這份愛 真的太讓人感動 一直以來 保護孩子就是母親的同性 各位看懂這個豆奶媽 彎木姐有錢的味道 萬物皆有愛 對不對 然後 是因為人比貓更高級 更多愛嗎 沒有 沒有 是因為貓不如人 更少了愛嗎 也沒有 所以說 萬物平等 對不對 但是 佛法講慈悲 慈悲其實也是愛的意思 是覺悟的愛 所以從愛中覺悟的話 這個要怎麼修行 要怎麼 從愛中來覺悟 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了解這個佛法的意思 是我們 我覺得我在講 原覺經是 這樣一個用心的 那 下次我們就 已經到第七獎了 第七獎了 所以很快 一半就要到了 今天謝謝大家來上課 下週我們再見面 感恩大家